很高兴见到大家 今天我就向大家介绍这部动画片的 郊元保卫战 我最喜欢的是熊大 它让它对地里的关心 却是无可厚非的 韩荣的冬天熊大卫熊二 我爸爸是学校公务院 我妈妈是周小医的 我记得天母是尿藏了 尿藏了 尿藏了 谁尿的 又是小兔子尿的 而我眼中的中国 我心中的飞来人 是中国的生日 我喜欢中国的食物 天想飞的 地想跑的 种类多种多样 中国人过年 请坐的观照 我出现载软川 现在我住在泉州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 我的家人 我家有五口人 我想把试阳汉达山去 接着我们去了 接受到五奶肠女 插标 设计商五彩发浪的讲解 换脸谱之前要先了解经济知识 首先不同颜色的脸谱代表了 人风 男子和北醉 少女路当工 台积八卦连环着中华友商工 去年的福安中国节 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两位中国姐姐 表演了中国 老师今天的打扮 一小半像个选先 一个眼见的同学 只让老师叫了嘴 我还记得说 我知道那是太极限的衣服 大家好 国人快乐统一福利的大风车的主题集 主持人董浩 也是中国小朋友们心里的最爱 在中国每个七零八零九零后的童年里 都有一个董浩叔叔 是化妆品销售员 因为她的英语将来非常好吃 我一口气吃了二十串 就是现在我还想吃 把盘子舔得干干干净净 还吵我喵喵的叫两声 好像在说谢谢 我是一个骑自行车的人 好羡慕啊 就对爸爸说 我也想骑自行车回家 这样爸爸就不用 每天接送我了 不只好 中国的小皇帝 小皇帝他们出生为中国的从事家庭 从小人军之游 做到全家人的特别恶福 所以就像皇帝一样 所以中国的都称这里也产生了 一个特有的名字 小皇帝 小皇帝最大 把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精彩的 因为都没有从小学习 都压力就很大 夏天 有一只白蚁和一只纺织娘 白蚁每天都很努力地工作 但是纺织娘这什么事情也不做 纺织娘每天都在玩上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 中国的两个中央节日 中国也跟韩国一样 工作的人 不管多远都要在这天刚回家 大家好 我叫申美娜 今天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从爷爷那里开始到一个梦想 我觉得自己幸福极了 可是就在去 看见我的衣服 我想不用说 大家都能猜到了 假日穿 乡中幸福和团圆 把幸福和团圆练成车 大家到我第二故乡中国 我会带领大家去逛早饰和夜饰 带大家品尝各种特色美食 我们全体Cloud 好 各位 谢谢